今天要講的鄉野怪談 故事發生在一間廢棄療養院 此處在去年時 團隊曾經來拍攝過 就在幾週前 收到長期提供地點的網友告知 有直播團隊在療養院撞見鞋師 在現場圖畫怪異符文 以及燒蠟燭施法 今晚 我們抱持著半信半疑的心 再次到訪 結果一名首次相約出團的女性網友 卻在因法結界處突然中邪 全身不斷顫抖 貪亂跪地 打了啦 啪啪啪啪啪 其實不少少都在外面 以方心我們待會把你們家信錄 安全送去你們家 車重大萬歲 方心回家 我們會好好把你的信錄送回你們家 可以喔 我們先上等你 上等你進路 要扶著 扶著 扶著 他要拿 最三 最大我們嘴 請問這是怎樣 這拿一邊我好 要讓我走 Kent 你上車照顧他一下 不要啦 不要啦 你不要你老虎 你老虎在這裡待他啦 怎麼我沒辦法啦 小嫻 你現在可以講話嗎 有沒有比較好了 這一次真的太誇張了 這件事真的剛才我一顆 我整個 整個馬騎 我看著 你們看 我很 我真的 我現在跟Lian他們出來探險 第三次 我從來沒有這麼震驚過 因為我從來沒有真實 從我的眼裡看到這個 類似邪教的東西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個蠟燭 對 然後我就是沿路這樣走上去的時候 一到那個房間我看到那個 那個正法的那個圖 我整個頭都抹起來 整個陰氣什麼的 陰氣 聚陰 聚氣什麼都聚在那邊 那個正常體質的一下子 整個流都起來 而且剛剛最開始我整個嚇到 因為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東西 就是不知道是神還是鬼的東西 這非邪非正的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居然感應不出來 我居然感應不出來 可不開心啊 PIN喔 喂 PIN怎樣 你說怎樣 我說你等一下記得拍我剛剛上面看到的那個東西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OK喔 那我這邊繼續錄影喔 好 OK 好 OK 水喔 水喔 這裡 這裡 啊沒有沒有這不是這不是 好你喝你喝你喝 那個蘋果汁啊 OK OK 我們趕快用完趕快回去 趕快拍一拍這我現在沒辦法破 幾乎還是要用那個 用我那個髮器 弄不掉弄不掉 我們這個東西我們不熟悉 不要亂破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被反制怎麼辦 啊所以你剛剛是突然間是怎樣 是 暈眩 會想吐嗎 會想吐嗎 有啊 我剛剛走進去的話就會想吐 啊以前 你如果 對啊你如果沒有在夜遊的話 是應該還好 啊7月份的時候會嗎 也不會 那可能這邊真的 剛剛那邊可能真的有問題 我要冷靜一下 看那到底什麼情況 他 他 他敢在這邊射 他 他敢在這邊射 他就不怕人家破 所以這一定有玄機 對於這種陌生的東西 我也不敢亂破 然後重點是 小嫻 我們第一次跟他出海 他就這樣子 真的是 他就是剛好 剛好柱細就是 一上來就遇到這個 我剛剛光是看到那個圖騰 我跟了上去 我就 感覺那個空間就是 整個就是不對的 整個 整個 我剛剛一進來 我就 我剛剛最前面感應的時候 我就覺得後面有一個地方 特別 陰氣特別重 那姐夫你來到這邊有發現什麼狀況嗎 有 我剛剛來的時候是 有去做感應 然後是發現這邊是 有靈體去做聚集的 然後就是 後方的部分 是特別嚴重 尤其是在 最後方的部分 原來就是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喔 剛才那個完全就是超緊急的 你看 姐夫整個身上都灰塵 然後教頭也是 還有嵌門生 一去畫三星 二去畫雲 三去畫泰鏡 八去泰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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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你頭 給你拍 給你拍 教頭可以拍一下照片嗎 等一下我們拍 我拍一下 他這邊蠟燭用超多的 你看 這都是燒過的啊 這等於是燒過的啊 是結界的意思 不是 外面有嗎 有 他這個是做結界的意思 他就是不想讓 可能就是無形的 可能神還是誰 發現說他在這邊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做了一個結界 蠟燭都丟在這裡 好 好 先掌握 好 小心喔 小心喔 走路小心喔 這邊喔 走路小心喔 嗯 這邊 這邊拍一張 回去看一下 照頭在那邊幫我打一下光 好 好 下來 所以你覺得一定會 可以把他塞下掉了 走路小心喔 走路小心喔 我覺得這邊是他故意 丟一堆尺酸在那裡 沒有 因為網友跟我講 我是半信半疑 我也不知道地點在哪裡 是剛才看到這邊 亂七八糟 想說走上去看看 結果一走上去就中了 嗯 這邊感覺有點噁心噁心 回去再看大師兄有沒有 就是對這個 這個圖 正法有沒有熟悉 沒有那個我看是西昂的啊 對 是西昂的 來左邊 那是西昂的啊 這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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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比較像是 有人來這邊亂用 然後用一用之後 變成說有東西聚集過來 這應該不是亂用的 他還懂得用蠟燭做結界 對 他還懂得用蠟燭做結界 然後畫 上面的圖騰 你看就是西方洞樹之類的 對 這真的跌破我在台灣的三關 台灣一般就是 台灣的正法大概正常就是道教佛教 對 不然就是看到基督教的東西 但這種邪教的東西 我真的還沒看過 再來就是泰國佛教的東西 我真的 其他我真的沒看過 對 對 姐夫我請他先回車上 剛才你抓小嫻的時候 沒有 剛才的情況是這樣 你們都上去了 我想說我在後面電後 然後我們再上到 就是要上去的前一層 小嫻就突然間把我的手抓很緊 很緊的那一種 然後就整個人開始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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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你們又跟上去的時候 後面剩下我們兩個 然後他的狀況已經非常嚴重了 那就是後面大家看到的那樣子 對 然後重點是 教頭身上沒架攝影機 改天如果有那麼多人出來的話 他這邊也要架攝影機 因為那一個畫面我是完全沒拍到 然後 只有Kim臨時衝下來的時候 然後我衝下來的時候才看到 他是第一次跟我們出來 然後在完全我們是完全不認識的狀況下 只知道他是敏感體質 結果他就 真的有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 出來之前他就有說他們家是拜仲潭元帥 對啊 那我們先過去好了 等一下 欸小嫻喔 聽到我說話嗎 有 來現在仔細聽喔 我講什麼你不用管 你只要聽到就好了 好 好 好 師兄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 這樣可以喔 可以 好 處理好 剛才那個咒語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因為我看到 我看到他們是用撒旦叫的意思 可是用了亂七八糟的 要稍微撥亂反正一下 等於說我只是去把他身上那些吉他有的沒的 呃 屬於我們這邊的都收回來了 了解 好嗎 阿 我這邊有了 可以嗎 好嗎 不可以嗎